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行走江湖幾十年 我都聽了不少江湖的傳聞 關於這個運動 但不知道是否真的 所以今天我請來徐博士 博士 他知道了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假裝自己很注重健康 健康入面當然要運動 運動呢 於是我們就說 我們要去拉筋 拉筋 大家都說拉筋 來吧 於是我們就聽到一個江湖的傳說 就是 筋長一寸 就命延十年 真是長十年 嘩 筋長一寸 很容易 是嗎 拉筋 是否真的 其實我相信這句話 其實都有點誇張 因為拉筋 雖然是有好好的好處 但是否每個拉筋的人 都可以命延十年 就是我不會 不斷拉 是否去到八二歲 其實最主要就是看 你的拉筋方法 或者拉得好不好 和其他方面的配合 所以其實就不是完全正確 但也不是完全錯誤 因為拉筋始終可以 將人體的柔軟度提高 柔軟度其實如果你是足夠的話 亦都可以改善你身體的血液循環 又或者令到你的平衡力會改善 對於長者來說 每眸而跌倒 其實我很笨地問 其實我經常懷疑 因為幻想拉筋 就像像象根菇一樣拉 你拉筋 越拉它會鬆 會不會鬆 如果拉筋方法不適合 是會將一些我們叫人帶的地方拉鬆 但其實筋 我們不只是拉人帶 我們是要拉肌肉 肌肉的拉筋方法 其實是將彈性提高出來 即是肌肉的功能 其實是幫我們伸長縮短 譬如我們的二頭肌 老鼠仔拉過來的時候 其實它縮短了 將這個距離拉過來 它是專程的 不是的 不小心的 我們伸長的話 其實是用肌肉去協調 所以當我們肌肉夠柔軟度高 其實這個功能就會好些 另一方面 其實肌肉都會令到人的姿態 我們叫做一個姿態 姿勢其實是會改變的 譬如現在我們經常見到那些人 含胸、寒背、肩頸痛那些 很多時候那些斜方肌 或者那些空手躲肌那些 或者空小肌那些地方 其實是很緊的 其實這些地方 如果我們做一些伸展 譬如我們做礦空、夾背 保持耳珠和肩風突 是同一個水平的話 基本上你的人的姿勢會好些 肌肉的平衡都會好些 好 那我就找我的教練好朋友Philip 來看看我拉筋長一串 是不是命長一年 還是十年 不知道多少年了 這個拉筋系列呢 就是為了令大家 首先就是健康蛋 叫做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 我們一直強調拉筋很緊要 我們已經找了很多專家 告訴大家拉筋有多重要 當然我們就要付諸實行 真的要去拉筋 是不是 今天當然要找Philip來幫忙 指點一下 OK 不要這樣說 做些簡單單的 因為我是代表觀眾的 觀眾覺得你不要那麼複雜 他們就會喜歡 沒問題 好啊 簡哥 你呢 那拉筋是不是真的只是拉筋 一點點熱身都要 是 那我們可以熱身和拉筋一起做 好啊 那時間很短 五到十分鐘已經可以 OK 好 我們在家裡都可以拉 辦公室又可以拉 在街上可以拉 任何地方 任何地方 好 那我們開始吧 這樣拉一下 對了 夠位的 夠位 首先我們站直身 要挺胸 好 把身體完全站得很直 高頭一點點的蛋骨 兩隻手打開手指 好了 一隻手向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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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起了 即是一前一後 一前一後 對了 反 一邊轉的時候 我們一邊外轉 我們後面背脊的肌肉 肩膀的肩手肌肉群 都會有一些活動 這個姿勢 我們要注意的 哪幾個位置就是 我們的背脊 背脊要夠直 要夠直 但不要扯著後面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要這樣 你好像 有一條線連接到你的頭 完全站到很直 挺直的一身 轉 轉 轉 於是就拉到什麼位置 就是背脊 這些位置 就是背脊 這些位置 讓它有一個活動 第二個動作 我們這個大圈 都是站直 我們把雙手向前圈 很簡單 儘量一個圈滑到很大 滑到很大 對 又是肩甲骨 又是 肩膀的關節 對 很好 蛋哥 呼吸位置自然可以了 OK 反方向了 不能休息嗎 沒有 哈哈哈哈 在你轉的時候 你可以把雙手 因為雙手都有重量 可以拼得大力 對 很好 這個動作可以熱身之餘 令到我們的肩手肌肉有一個活動 跟著 我們把雙腳 肩膀闊到 站直 很簡單 雙手 碰到地上 在我碰到的時間 膝蓋是可以曲的 可以曲的 嚇得我 哈哈 碰一碰 然後踩腰 上來 就看一看天花板 手伸直 可以彎的 碰一碰地下 起身 踩腰 高頭 看一看天花板 好 衝下去了 來 很好 衝下去 欸 很好啊蛋哥 第三個 我們把雙腳 闊過肩膀 腳趾向外指 外指 膝蓋要直 兩隻手 你右邊 我左邊 向前 頭向腳尖 雙手儘量向前伸 有這麼低 就這麼低 10秒左右就可以了 持住10秒 可以嗎 後腿 小腿 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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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 頭 鼻尖向腳尖 盡量向前伸 要保持平衡 要保持平衡 落到多低 雙腳 儘量要保持直 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是拉著什麼呢 我想告訴大家 拉著大腿的後速 沒錯 拉著這裡 有拉扯的 這裡 小腿 好拉扯 舒服了 鬆了 鬆了 可以拉到低背 這些全部在家裡都可以做 很簡單 很簡單 但馬上全身鬆了 但是呢 徐博士 我拉完鏡後 突然有人WhatsApp我 他說你小心 也是聽過 跟長一串 命長十年 但是又說 跟長一串 會命減沙 很矛盾 搞到我都不知道怎樣 怎麼好 有沒有這件事 我們剛才提到 其實不是真的拉長 而是我們將肌肉的柔軟度 提高 令到身體的筋膜 或者肌肉的結構 其實是改善回去 令到人體回復正常的姿勢 如果在專業教練的指導下 去進行拉筋 其實是可以的 但問題就是 怕就怕有些人 不懂怎樣拉 例如說有些人 可能他不知道自己的肌肉很緊 然後胡亂這樣拉 或者拉筋的姿勢不正確的話 就很容易拉傷 這個主要是方法的問題 還有沒有了解自己身體的問題 對 大家不要硬來 其實真的要 好像徐博士專業 Philip專業 去告訴你應該怎樣做 好嗎 如果你覺得健康蛋 我的視頻是適合你 的話 記得訂閱 訂閱 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讓多些人可以得到我的資料 覺得挺有趣 還有記得按鈴鐺 回來 哈 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